3.6卡池大反转,仆人新服装曝光,法尔加形象首次公开,红白大衣,颜值超高,定位宾夕大剑,就在刚刚,有外网舅舅放出了有关3.6的最新消息,进一步确定了甘雨的复刻。 让人好奇的是,作为新角色的白竹居然没在上办,而是和甘雨跑去了下半。 PC舅舅也表示,卡威会跟白竹一起,如果考虑到周本的话,也确实会这么安排,因为他俩都要新周本材料,所以小草必须在上办。 另外,有关卫星角色大团长法尔加也有了最新消息,法尔加会在3月8日登场,并且随着风干版本的开启,法尔加将会频繁亮相,甚至落地进池子。 法尔加的形象并不是大叔,脸上也没胡子,很年轻,类似崩三中的杰帕德或孩子哥那种的帅哥。 法尔加很帅,服装配色为黑红,会有锁链,狼系等元素,身上能看到是冰神之眼,胸前还有米卡的同款羽毛,猜测会是一位兵器大剑物理主C角色。 此外,虚弥版本还会有新的魔神任务上线。 相比翘英装,风单会优先开启萌德的DLC惊呼感。 观众期待的预热中,仆人小姐姐也会在后续版本中再次登场,不过形象并不是之前的白色大衣,而是和达达丽娅一样会拥有新服装。 整体是以精致的西装为主,西装的后白比较长,类似叶尾,也会穿高跟鞋,配色以黑白灰红为主。 同时,3.7和3.8确定没有新五星角色登场,这也就说明了之前舅舅透露的那张3.6到3.8角色复刻安排十分保真了。 之前大家见过的哪位苹果姐姐身份很大,应该会在风单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,推测会是大法官纳维莱特的对手。